中方前不久发布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方立场也明确表示 中方反对武装攻击和平和设施 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为促进和平和设施的安全安保发挥建设性作用 我们是这么说的自然也会这么做 中方决定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向乌克兰核安全和安保技术援助项目捐款20万欧元 就是以实际行动支持机构为加强乌克兰核设施安全所做的努力 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 推动建立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 我们也将继续劝和促谈支持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从根源上消除核安全风险 促进乌克兰的核设施安全